欢迎您收看《投发奇想》 我是安悠奇 今天国内新增确诊27例 再加上这两天 从国外返台的人潮 动辄大概都有近万人 所以这两天不但机场起爆了 而且我们可以再加上回溯 前两周从欧洲回来的 大概有16000人 所以对于台湾来讲 未来两周这个疫情的挑战 真的是非常的艰巨 可是就算如此 现在我们国内的情况 其实都还是可以在控制的范围之内 因此这两天 卖场挤满了扫货的人潮 到底是为什么 还有民众说 好像是这个世界末日一样 就因为你们把它搞得像世界末日一样 拜托不要了好吗 就告诉你 现在国内的物资是非常充裕的 但是更让人无法理解的是 现在观光局都已经下令 旅行社不能出团了 据说还有这么白目的人 就是打电话到旅行社 日环竟然不能出团 那有没有纽澳团 告诉你纽澳也锁国了 拜托这些人行行好 在南投甚至还有电音趴 坚持要连办三天 主办单位还跟网友呛吓 你怕的话你就不要来 好了后来被网友骂爆之后 干脆这个主办单位把脸书给关了 装死 这些人到底在想什么 难道真的要像这些国家一样吗 美国现在这个确诊的病例 是像这个猛爆信一样 不断的这个数字往上冲 连这个加州现在都宣布 禁足四千万人都得待在家里 纽约更传出来 因为这个确诊的人数暴增 所以呼吸器不够 有一些重症的患者 可能会被迫放弃治疗 但是全球最惨的 现在恐怕是意大利 意大利的确诊跟死亡人数 在账面上 现在已经超过了中国 但是这个疫情残重到什么程度 殡仪馆的画面曝光 地上躺着满满的大体 所以在台湾真的很幸福 不要再人在福中不知福了好吗 好 先为您介绍今天的来宾 首先欢迎资深媒舔丁学伟 各位大家好 资深媒舔陈培芬 大家好 武党及台北市议员钟小平 大家好 资深媒舔陈都好 大家好 资深媒舔黄光晴 大婉安 民进党立委王定宇 右旗大家好 好 我们就赶快来关心一下 今天整个最新的情况 那确诊人数呢 刚刚我们提到了新增27例 而死亡人数呢增加1人 那今天呢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这个机场的旅客 一样的爆量 所以等搭防疫计程车的队伍 长达上百公尺 人潮最多的时候呢 要等上两个小时 可是为什么呢 因为上车之前都有SOP的 你要先填这个防疫资料 要确认你的这个检疫通知单 有没有 而且还要帮你的行李消毒 所以才要花这么久的时间 今天机场还有人抱怨 等一个半小时好久 不要再抱怨了好吗 另外呢 网友PTT爆料 所以就是因为等太久 所以居然有看到 有机场黄牛也出现了 他们冒充防疫健身车来揽客 司机呢居然没有戴口罩 车子可能也没有消毒 未来呢 恐怕很难追踪 所以现在呢 这个机场的警察呢 也已经叫加强巡逻了 还有呢 这个这两天 这个卖场呢 扫货的人潮不断 我们可以看到呢 排队的人潮 络绎不绝 而且呢 这个架上呢 一直都是空空如也 上去就抢完 上去就抢完 所以呢 苏贞昌昨天喊话没有用 今天干脆反向操作 好啦 你尽量买啦 反正货很多啦 像是什么农予产丰富啦 我们又是食品加工业的王国啦 而且呢 卫生纸这个产线现在才开了六成 所以呢 你们要抢就尽量 尽量抢吧 或多的很 看你还要不要抢 好另外呢 呃 大家比较忧心的 就是回溯 筛减这个部分 因为现在主动通报的人数呢 应该要有16000人 可是到现在 大概 大概还一半左右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回溯的是 5号到14号 从欧洲回来台湾的 他们呢 现在要回溯 居家检疫14天 同时加上筛检 这16000人当中呢 恐怖的是有500多人 现在出现了呼吸道的这个症状 新北市府就说呢 第一天呢 他们就接到了超过1300件 是主动来通报 还没通报的 拜托 你们自己啊 这个赶快 不要隐匿 好 另外呢 就是在机场 大量留学生回到台湾 陈时中也不会言 飞机是高危险的区域 留学生呢 为了回台湾而搭飞机 其实风险是更大的 所以呢 呼吁留在原地 可是 这个陈时中也讲 如果有任何的需要呢 外观是可以来提供协助的 可是没有想到 这样也不行 赵少康大骂 说政府现在应该 把人接回来啊 你不能说都不要回来啊 你都要留学生 通通留在当地 自身自灭好了 这什么政府嘛 还拍桌子啊 可是呢 通通接回来 我们到底能不能够 附和得了 有民众爆料 现在呢 已经这个列入确诊 当中有三例 这个境外移入的是 西班牙某大学 同科系的留学生 他们呢 曾经跟三名这个 台湾同学 到这个意大利去旅游 旅游之后呢 有一个人出现症状 于是呢 他们就故意 分批反台 而且据说呢 还彼此说好 要装作不认识 避免被追这个接触史 所以现在呢 出状况之后呢 疾管中心 现在要急追62名 跟他们同校的 回来的这个台湾学生 真的是添麻烦 但是我们还是 先来看看 就算在今天 昨天都已经做呼吁了 卖场还是人潮急爆 美式卖场 外车辆水泄不通 交警忙着指挥 卖场涌入大批采购人潮 周边交通大打劫 门外排队民众 也是面有难色 很多了 烦死了 好像大家好像 在打仗一样 排半个小时 排了半个小时 对 需要就来买了 需要就来买了 平常的日用品 就想说这阵子 尽量都在家里煮 在家里吃饭 不要出门吃这样 对 一早桃园机场 可是急满入境民众 口罩绝对是标准配备 不过也有人担心 防护衣 护墨镜 手套 全身上下包的是 密不透风 还好因为我里面穿短袖 这比较闷而已 下飞机是五点钟 然后 等到心上 等多久啊 大概 快一个小时 七点 出来七点了 然后也差不多等了一个小时 好 请教一下这个学伟 如果这个爆料是真的 我们现在 大家对于回来的这些 台湾同胞 其实心里已经有点疑虑 因为机场挤爆了 现在还冒出来说 有三个人 他们在西班牙堵这个同科系 而且到意大利旅游之后呢 回来还隐匿 而且还要说彼此 我们都不认识 以免被追接触时 如果是真的 那真的是太可恶了 然后你看今天 这个我们新增了 这个27例 可是当中 有这个巴黎 是在机场被拦截下来的 但其他的 有的是居家检疫 有的是居家隔离 那你怎么看 今天新增的这个状况 这两天是假日 不要又去扫货了 不是 我就讲说 这个台湾这个 这个武汉肺炎病毒 这个案子 这张图我看再过几天 就摆不下了 我讲实在话 这不是在唱衰了 这是事实 那为什么会这样 突然间这几天暴增 今天正27例 总共到了135 之前大家不是在庆幸说 台湾防疫守得很好吗 我说实在 其实我们的防疫 很多事情 之前一直讲超前部署 超前部署 超前部署是在物资上 在医疗准备上是超前部署 可是对于这种封禁的这种事情的话 我发现政府是有点慢 可是我说实在虽然是135例 我们也不用担心害怕太多 至少我们还有 可以准备好吗 像昨天9000多人 今天8000多人回台湾 对不对 对 那回来台湾的时候 现在政府都有追踪 都有那个嘛 对 那你看有八个 八个人是直接在机场就被 就被逮到了 对 那其他有四名是居家检疫的 五名是居家隔离的 那九个人是自行就医的 不过你把这整个问题 把它看起来之后 我们也不要去均力 不要现在不用再均力 在这个数字上 这个数字太多 我说清楚 我看到我也黑色 观众也看到不黑色 不是因为现在 我整理几点重点 我跟你说 这些人看起来 台湾为什么会突然间 暴震到135例 其中很多人叫做腰太滑 你知不知道 你看我们入境的话 从3月6号到3月18号 对 这些人是最多的嘛 就是旅游时 就是之前228年假 或者3月初的 那个人假出去的时候 大家不是讲说 这段时间有1万多人进来吗 因为我们那时候 没有提高旅游警示 所以我一再强调说 政府很多动作 现在要开始 要严管严控 不能够再放松了 说实在 你看3月16到10月18 到3月18这段时间的话 发病的时候 很多人发病是怎样 从3月5号到3月18 你3月16入境的话 你3月15之前就发病了 这不是要求 这是什么 就是你发病之后 你有没有主动 回来就告诉你说 我有症状 我有什么样 你在机场坐飞机 搭飞机的过程之后 你有没有做好你自己的防护 那接下来这些人 就像我跟你讲 我老婆去聚餐的 那个很多的同事的同事 的朋友 就是那一堆人 回来之后 3月12号早上入境 3月12号晚上 跟朋友去聚餐 一点危机意识都没有 真的 真的是害死人了 我就跟你说 现在下来之后 很多案例里面 这个刚才我说的 那很多135例 很多的话是怎样 爸爸传给儿子 儿子传给家里面的人 接下来传给亲朋好友的 那为什么会这样 隐匿旅游史 隐匿发烧 对不对 那这样隐匿官司 那个关系 最夸张的就是西班牙那一团 对不对 过程的 六十里的同校学生 现在有多少人确诊 你回来之前 回来之前 还去外面玩 共同去旅游 回来之后 又说好事 你没说话 像我跟佩文姐 我不认识你 对不对 大家讲我 太夸张了 对 去西班牙抬牙衣 你找到找什么路由 找到招牙衣 我说真的 真的是 你们这些人很明显 我说隐匿这些人 你怕死回来台湾 你回来台湾 害死台湾人 对 所以你这个良心道德上 你说得过去吗 对不对 对 所以我们就讲说呼吁 我一直告诉你说 用道德呼吁这些人 不要再搞这些 有的没有的 对不对 你回来 乖乖的回来 我就跟你说找发现 找治疗嘛 对 你让他一直拖拖拖拖 拖到病重症的时候 那是要插管呢 我那天不是讲过说 插管很痛苦的呢 你觉得你呛到东西 喝水吃东西 呛到的时候 你便疼苦到要死 现在是哪一根这么大的管子 插在你的肺里面 你觉得你会舒服吗 所以就跟你说插管病人 全部都要绑住嘛 对 怕你去拉管子干什么 那个是生不如死 你真的要这样吗 所以就跟你讲说 你回来有症状 就赶快接受治疗 不要再隐匿了 对不对 那讲说 现在很多人去抢物资 去抢什么东西的话 哇我也说真的 你抢物资是要像什么 很多人跟我讲说 要去抢泡面 我告诉你 台湾一天生产 一千六百万包的泡面 我说你吃到变木兰衣 你也手不完 对不对 无害病毒严重 不是台湾现在到底 缺什么要抢成这个样子 而且你这么多人 假日的时候 跑去那边抢东西去排队 你看我们看那个画面 那个抢的东西 很多人还不戴口罩 对不对 对啊 那很多人搞不好 是从外国回来 他吃惯了西班牙 吃惯了外国的那个口味 他跑去那边买东西 搞不好他就是大原则 对不对 你整天吐在那儿 怎么抢那些东西 就是台湾你回来之后 如果去感染风险这么高的地方 你不觉得很危险吗 所以不用再抢嘛 对不对 那我跟你讲台湾 台湾以前是说 盛产米啊 以前米不是台湾米没人要吃 但米还可以外销 或者是 那个蜘蛛那个非洲难民 对啊 就是跟你讲说 现在多吃一点米 好不好 这家里没事多吃点米 台湾现在蔬菜 很多水果也很多 对不对 我家最近这一个月 就买了什么四家 芭蜜啦 还有什么 林物啊什么 反正你就跟你讲 台湾的水果很多 农民都很惨 对不对 那你就多买一点 这些东西回来吃啊 又可以照顾你的健康 又可以帮农民 像那个廖国栋 那个立法院不是告诉你说 说还在咱们说 告诉你说我们现在都没有消费还要发消费券 对不对 问题是现在这一段时间的话 就告诉你不要乱移动 对不对 你是要鼓励大家去消费 直接消费如何 那现在看到这群人你不会害怕嘛 鼓励交费都去卖卖场里面买东西 排队排成这样啦 所以就跟你讲说很多立法委员很多事情 要不要搞清楚状况在发言 现在那个国事论坛每天在那边咨询 真的是荒腔左板 看了就觉得说这些立法委员 大家眼睛睁大一点 你的选区选出来的立法委员 如果再胡说八道的话 干脆就把他罢掉 罢不掉的话 下次就不要选他了啦 对不对 对 你讲话的内容比那个国小学生还不如啊 你现在发消费券 大家会说好啦那没关系 消费券我也没有意见 那问题是你就去买东西嘛 就像苏贞当院长讲的 货很多尽量买 可是问题是 刺激经济啦 拜托小心在家里面上网去买就好了 好不好 配送到家的那种的 不要去大卖场里面挤嘛 传统市场大家也在呼喊啊 传统市场的那个业者说 传统市场每天进货一大堆 鸡蛋也满满的猪肉也满满的 又新鲜 对不对 我还这不是还是温体猪呢 还不是什么冷藏冷冻猪 你不赶快去买 对 去分散拜托一下 黄昏市场的早适的 分开去买 不要聚在一群人 人太多 就回家休息 反正现在就是人太多的地方聚起来 而且我跟你讲 现在公园有很多地方 很多那个爬山的人 对不对 那个地方人不多 那赶快去 不要再 在那个市区里面 跟一堆人挤在一起 我再强调一点 最近这种事情 最大的我们现在抗疫的工作 这两个礼拜是危险期 是高峰期 因为回来的人太多 筛检的人太少 很多人都不老实 不主动去 去跟那个防疫中心联系 对不对 不主动去检疫 所以这些人变成台湾的不定时炸弹 那怎么办 那至少把自己顾好 那我就讲说 像包括什么 很多地区的 我昨天有讲过说 那个什么 新北市还有大大公落镜的 台中今天又有朋友跟我讲说 还有什么妈祖落镜的 还有那个什么电音趴的 整天班的 还有大学什么 连渔活动的 现在还在办这些活动的 我就跟你讲 你们这些人要太贵 我在讲一次要太贵 这个时候还在办这种活动 我跟你讲 你今天神请谁来都没有用 拜托一下 不要再把台湾这块净土 大家全世界现在在讲说 全世界现在最干净的地方 就是台湾了 对不对 搞不好比南极还干净 那你要不要搬到南极去住 台湾如果这样 这个情况下 你还要故意把它搞砸 还要故意弄的话 我说实在话 真的是世界台湾人的罪人 就拜托你们 恳请你们 不要再搞这些活动了 可以吗 不过东豪 其实坦白讲 民众会恐慌也是难免 但是放谣言的人 真的不可原谅 刚刚我们讲那个传统市场 还有人放谣言说 这个传统市场有几个确诊 然后什么谁从哪里回来 就根本没有这件事情 所以传统市场被他害得 这样冷冷清清 我觉得这个真的也是很可恶 然后现在为什么这个卖场爆量 据说部分也是跟谣言有关系 然后另外又说 其实虽然很多人紧张说 你看机场这样 一下子回来那么多人 我跟你讲 现在从机场回来的 其实反而安全 是不是这样子 我这么讲 因为自己也有亲友的小孩子 最近就要回来 那所以他们做家长 都会把我们现在机场的检疫 的规定先搞清楚 比如说 你如果可以用那个APP登录的 他就会教他用那个要先登录 那你如果不会的 他到你下飞机的时候呢 他事实上你就会先叫他 先把表格资料先准备好 可是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所有的家长他担心什么 就是说那个距离啊 是不是会 本来没事的会有事 因为大家都会害怕 那句点 然后你还有担心什么呢 一般我外面接触的朋友说 担心说这么多小孩子回来 这些人又那么年轻 因为都是高中生大学生 对 为主 他们能体力那么好 会不会啪啪啪啪招啊 所以你在机场的时候 他们跟他讲一件事情 你的手机号码一定要先 确实要填写 因为我如果先我回来了 我到了机场 我那个我要填那个 居家检疫的时候 我要填我的手机号码 我们的检疫人员会马上打 所以你不要骗他 他会打电话要再次确定 他每一个都做这个动作 他后一新定位 你不要乱跑 你不要骗我 所以他会马上测试说 你的电话对不对 因为我们先前比较松嘛 所以之前有那个爬爬罩的嘛 爬爬罩到最后被罚钱了嘛 我们已经有三个一百万了嘛 对 六万十万的很多 最近大家很有钱捐钱给国库 用这种捐法也很特别 好 所以你如果没有按 如果你的手机号码是错的 你马上会被调到旁边去 不让你入境 就在旁边 另外处理 那像一般现在的家长都很谨慎 比如他们会问说 我可不可以开车去接我的小朋友 因为机场你不能随便进去 所以他们都问得很清楚 我是要这个 因为现在人回来 这一波的人回来非常多 你像台中市有一位 有一位这个局长 他的小孩子也回来 他是练高中的 像他们他们回来 虽然我不输就自己赶快 就要赶快自己去通报 去看医生 然后做检疫 不错 对 检疫出来是阴性的 还好 那你就看到说 其实现在家长 大家都很注意这些事情 为什么 这段时间 因为这个疫情会让整个2300万人变成一体 所以你任何一个人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千万不要让人家觉得你在踩后脚跟 你不是在踩防疫人员或者任何一个公务人员 或者你看民进党不爽 你不要认为 因为这个时候你只要有不恰当的动作 每一个人都会觉得你好像在踩我的后脚跟 因为什么 这个防疫是跟自己的利害切身相关 甚至我听到那个有些家长 你知道十七八岁二十岁的年轻人 你要他穿成纸张户哪瘦得咬啊 对啊 那个电话是打 就是无所谓啦 打到他家里的小孩子 一定要答应他会穿纸张户 为什么 就是你上飞机的时候啊 你临坐没办法 对 但是呢 尽量不要去上厕所 不要去碰那个门把 所以我现在听到的是很多家长会 盯他的小孩子做这件事情 然后下飞机 你在排队的时候呢 能够保持一点距离 尽量保持一定 这一点也是我们现在海关 你要尽量去安排 只要让那个人挤人 不要前身 不要变成那种前身跳后背的 那个也是会增加风险 所以有秩序 你就会让速度变快 所以你看这几天 那个机场通关的那个程序 从本来四个小时 现在好像三个小时 还会再往下降 就是你越有秩序 会一定会等 包括你出境 你出境之后 你要搭那个防疫计程车 都会要等 但是他呢 他都会问得很详细 你要上计程车 你一定要 你一定要在通关的时候 完成所有程序之后 他才会给你一张 这个 这个检疫的证明书 居家检疫的证明书 他才会载你 但是这个时候你不要慌 不要急 会花点时间 但是只要大家都照规矩来 速度就会增快 那你再看 这个是因为前几天 机场有点乱 所以你看台湾的家长 很努力 在做这件事情 那 现在交通部 他们也尽量在改善 跟移民署也在改善这个流程 不过问一下这个小平 我们讲要从机场回来 这个人潮 这两天呢 每天大概平均有 将近这个八九千人 再加上我们现在要回溯 从这个 五号开始之后 从欧洲回来的 就有一万六千多人 然后在确诊的病例当中 我们现在也发现 慢慢的 从美国回来的人 也增加了 所以你怎么看 这么大的一个量能 对台湾来讲 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这些回去都要居家检疫的 我们讲说已经暴增到了 我们过去这段时间的十倍 那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因应 很多民众也会担心 尤其是那种居家检疫 之前能多爬爬灶的 你怎么看 爬爬灶 也有这个倒高 摩高一尺 倒高一丈 这次是警察比较厉害 会骗东骗西 你罚他十万到一百万 他有的也是侥幸的心理 那现在怎么做呢 就是你去 他就刚刚刚好讲 就查你手机号码 就打会不会通 那有些很坏 我没手机 怎么样 政府就塞个手机 警察塞个手机给他 防疫手机有准备 十四天以后再还给政府 那他们都现在有经验了 而且而且他们警察 都这个事 雕虫小记 对 因为都会找里长 里长跟那个里都有地缘关系 哪个好东西 哪个坏东西 里长都知道 这就是民政跟警政的合作 就是跨局处的合作 然后他们找谁 里长都会陪在身边 这样等 然后呢 那里长有希望在你的节目上提出 他们提出一个请求 就是里长去送这些 昨天我跟三个里长聊天 那很好笑 一个说我有六个居家隔离 一个说我有九个 一个说有十二个 一个比一个多 台北市蛮多的 因为双北特多 里长送餐 里长送餐 可是里长送餐愿意送 可是里长怕被感染 里长被感染以后 那个调查起来 那个感染室啊 什么那个不得了 你知道那个社区感染 那种传染那种事 非常严重 那里长是不是建议 可不可以叫健康中心去 那健康中心卫生局 要开始要调动人力 送餐这个事 不这个都要 这就是通盘的检讨 就是防疫的 这第一个 第二个呢 这几天我看都跑不掉 第一波中国大陆 再来欧盟 这欧盟再来就美国了 美国现在也厉害起来 因为川普防疫的很差 所以每天几千个进来 所以最大的是边境管理 而不是本土的 台湾 好啊 那防疫旅馆就非常重要 我跟你讲 第四家快开了 那第四家有什么不一样 有几个特色 跟前三家 那第四家就是 让你没钱的 从3000的降到3000 最低的 贵的从7500到9000 一个晚上 7500 9000 3000到9000 是这样子 他有评价的也有高级的 3000到9000 现在产品琳琅满目 现在房间 第四家就是看前面三家 有些缺失就把它 能够改一下 而且呢 这一次 这家是整栋 以前可以 前面三家 以前可以分层 现在是整栋 整栋 然后呢 绝对 绝对不可以弄地毯 你在会说 为什么不能地毯 要大理石 地毯会藏病毒 事后洗不干净 会传给下一个 所以装潢越少 严禁地毯 由于地毯 我绝对不跟你签约合作 就是这个防疫 那前面三家都很保密 有些很有趣的小故事 那第三家很有 马家 马维新 他们呢 家里都反对 那马维新就坚持 说我要做第三家的防疫旅馆 而且他那家 他那家叫 汉域 就在市议会旁边 而且他公开 我在哪里 有些人是pass 我要赚这个险格 是低调一点 对 他全家都反对 结果他说 住 要我开第三家 元大是吧 元大 马维新 他是基督徒 而且住园那边很幸福 他也每天帮你祷告 哦 他说他是基督徒 希望你树树栗 这是佛心来的 对 那这一家两家三家 也是什么小故事 有什么人 第一个叫做台商 那最近比较多的是留学生 留学生 那也有高级的白领 商务的旅客进来 那进来的时候 也有些名人 当然我就问什么名人 我们观传局不跟我讲 我们也不能随便在电视上讲 然后 零人去的时候 那那个就会装的 不认识他 就check in的那个人 就故意 因为隐私权 大家心里都揪在一起 就防疫 那种心情很难去形容 对 然后他们check in后 不给你卡 为什么 因为14天以后 你完以后 大家就说再见 那来进来的时候都很乖 那些小留学生进来以后 那第14天 他们就会尖叫 疯狂 因为出关啊 哦 都被关了14天 关了14天 他们上网会叫那个食物来 他们怎么送啊 他们生活大概是这样 check in是一件事 另外送食物 他们也可以 外卖就叫到旅馆那边 人跟人绝不接触 OK 他就放在门口 地上 然后按门里 你自己拿自己走 那所有的材料都是环保材料 用完就丢 这个才安全 洗啊什么 总是可能有病毒等等 就销毁等等 然后他们 那完了以后14天 那他们14天以后 旅馆有的贴心 就送他小蛋糕 出关了 重生了 武功练好 出关了 他们就会送他们 因为14天以后 就安全了嘛 他会送他们小卡片 给那些柜台的人员 也是另外一个 温馨的一个小故事 不过现在全部那个 防疫旅馆都满了 对不对 超满 因为满啊 然后所以要开第四家 新北一家 台北市三家 我认为要 所谓的超前部署 双北特多 你知道外国台北市特多 一定要增加很多 很多这样的事情 第二呢 我在讲到 就是我们现在的应变的情况 现在大概 光秦云说有大概400张嘛 对不对 富压病床 400张很快就满 现在说大约一半还空着了 这个是那个集管中心监测组讲的 是 因为差不多1000张嘛 那还空个一半 400张 然后如果社区感染 跟境外 这个近来太多人了 如果有点失守的话 和平就要变成应变中心 也开始积极的准备 这个是部署的方面 另外政治的方面 我就要看 就是我们不要叛面对问题 当然赵岳康在网络上 被骂惨了 可是现在在你的节目下 寻求有个真相 图醒则说 说他可以回来 然后这个陈时中他说 坐飞机比留在原地更危险 这第一个要证实 第二他说他呼吁留在原地 原地外国的情况 其实也不是我们能够掌控 因为可能超乎想象的严重 他说若有任何需要 外管也可以提供协助 那我们的卫福部跟外管 你懂外交 我觉得我们外管能做多少事 就陈时中的招牌 对陈时中的招牌 难道他是总指挥 他可以指挥 指挥外管 然后外管有几个人 提供什么样的协助 要具体一点 那到底是 外管如果提供不了协助的话 他该不该回来 这是非常严肃的 我觉得没有一定的对或错大家 然后赵老康这样讲 虽然被骂 可是他也是希望人回来 当然赵老康可能不了解 我们的负压病床剩几个 我们超权部署能力怎样 我们负荷量 负荷总量要讲出来 这是很严肃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不可能放我们的留学生 八九万人都在外国 那个感染起来那是我们的子民 所以这个才是真正的 因为民主的讲话 不用跟议员一样 不用解决问题 行政单位执政 你要解决问题 我们提出问题 那赵老康提出问题 到底对或错 可受公平 那真正的 如果照陈时中讲的话 那都留在外 比坐飞机危险 飞机最危险 外国还比较不危险 我也不见得一定相信 你看他呆的状况 很复杂 很复杂 我问一下这个光琴 怎么看赵老康的说法 政府应该把人接回来 你把留学生留在当地 自生自灭 这是什么政府 可是呢 陈时中认为 搭飞机风险更大 现在证明搭飞机风险更大 你看今天确诊了27例 那当然其实两个是不是说的 其实都有他部分的这个道理 那赵少康的这个部分 问题是你现在拍桌大骂 说什么政府 那你那么厉害你来 而且如果照小萍讲的 你连现在负押病床 多少你都不知道 那你不知道你凭什么骂人家呢 其实我前几天PO一个文 就提到说交换生就一学期有三万多人 然后加上留学生 庄热雄问教育部 明确指出是七万多一点人 那时候就已经预告了 陈时中他将面临一场非常严峻的 而且非常两难的一个处理方式 那当时候陈时中在面临什么样的一个难题呢 就是3月5号到14号 对 从欧洲回来就有多少人 一万六 对 或许这一万六跟刚刚讲的那七万 有所重叠 因为赫兰发现西班牙的学生 西班牙大学的留学生 那可是呢 我相信前段是以出国旅游者居多 所以你看到那个连结是说 这边要求主动通报 这边一边又在筛检 从一百还剩四百 现在陆续在筛检 然后前几天公布的都是旅游团 或是自助旅游的 的为主的那些确诊者 你看这边 这张图是联合报所做的 联合报对于这些确诊病例的一个整理 非常详细 现在很多人都用这个网站 最长的那一话 就是3月17号 我们有23例那一次 你知道我们过去就是三天没有 不然就是一例两例 在前面面对中国疫情 很长时间 我们国人都有失去警觉 但是不过也有一个心态 觉得我们防疫做得好 其他各国也胜赞我们 我们就看到那个欧美啊 其他的各国的一个状况 对 然后有时候在那边分析 有时候意大利怎么会这样 我们上节目 也分析了好几个礼拜了 那可是蹦一下 你看这一话画出去 从六八十二十三八到今天的二十七 这个局面其实很令防疫人员挫折 但是他们也疲于奔命 已经到达一个难以附和的状况 你看我这边有几张图给大家看 这是台北市立联合医院 对 那个医生 医师他今天po的 但你再看 你看他这个戴口罩 戴恩九五口罩的痕迹 对 这个画面 其实大家不陌生 但你看中央社的这个照片 天啊 那是他们兵荒马乱 好心痛喔 就像打过一场战役一样 对 你不要想他们回家 见小孩 见老婆了 直接找到椅子 衣服都没脱 结果就瘫在那边了 这个你看到这个照片 你会很有感受的 对 好 那前面1.6万的这些 从欧洲回来的 还没应付完 这边人潮整个翻滚进来 八千多 九千多 然后又八千多 这样就几万耶 这样两三万啦 那在这么几天内 三天内 甚至我们讲说快要假日 五天内 一个防疫团队 他面临这么多 这么庞大的 筛检都筛检不了的 这样一个庞大的一个人流 而你会碰到那个毒团 什么毒团 就土耳其那个团 他确诊率幾乎百分百了 就差那么一个 15个中14个 最早我在上节目的时候 我有尽量去看 到底是不是他们这有一些过错 就我发现说他们去之前 土耳其还没破蛋 就是没有首例的病例 他们是后来在几天之后 3月11号 这个土耳其才公布 可是后来我看就说 他们也不能够 理直就气壮 为什么 因为他们在旅途过程当中 瞬间 整个土耳其的那个疫情 整个扭转 对 整个翻转 那你们其中四个人 是被拦截下来的 在机场拦截下来的 那你们这么多人 你们没有症状 你们当然有症状 否则怎么拦截你们下来呢 那你们这些人 因为他们在旅途过程当中 瞬间 整个土耳其的那个疫情 整个扭转 对 整个翻转 那你们其中四个人 是被拦截下来的 在机场拦截下来的 那你们这么多人 你们没有症状 你们当然有症状 否则怎么拦截你们下来呢 那你们这些人 你们没有那一种 去主动通报 或是说我们旅游回来 我们可能带给防疫人员麻烦 可能让其他国人 陷入一个风险当中的 一个公益心吗 目前看似没有 最扯的就是西班牙团 西班牙大学的那个学生 他们是 彼此说我们 阳称我们不认识 可是现在有三例了 对 三例 他们总共是六个人 不回国 他不回台湾 他中间绕到哪一国去 我跟你讲非常要命 非常恐怖 他绕到意大利去 那我看当时候的意大利状况 你知道已经 我以3月12号 他们觉得不对劲了 开始往回奔了 往台湾奔的时候 3月12号已经有统计数据 因为每天在公布 对 那个时候已经说 意大利的死亡人数 已经翻倍了 而且超过中国大陆了 结果你们这些人 你们还跑到意大利去 你不要讲说死亡数字翻倍 是什么概念 之前已经失控了 那个确诊案例是从几千 破万 然后一直往上攀 现在是一天单日就几千 那你们这些小孩子 你们还跑到 不回来 跑到意大利 结果你们不是留学生 你们就是旅游团 你们就是旅游团 对 结果进来以后 大摇大摆了 一个先去 然后面一个也不对劲再去 这些人就是我们担心的 对 进来完全没有任何的 这个隔离 隔离检疫 完全就趴趴走 然后自己不对劲才去 那这就是汪汪忠实或其他 清中的媒体或媒体人 他们常在那边预告的 我就看你啊 你逃不过社区感染的 一定会发生 在每天在那边预告 这就是这些人干的啊 你说限制的晚 我说实在 如果谈到早晚的时机 我认为封锁 封锁 你现在一样是外国人不能进来 但是我们面对的人潮 是我们自己人啊 我们面对的是留学生 跟之前的旅游团啊 才有这个局面不是吗 那我唯一的遗憾就是说 如果出国禁令 就是第三集这个早一点 或说你根本就是采取 侯友宜的做法 你高中生先把你禁掉 为什么 高中生禁掉 你家长就不会带出去的嘛 那希腊的那个学生 从1月开始有 你也不能怪他 1月的时候我们才刚投完票啊 对不对 可是当你玩到 已经沿了两周到2月25号开学 你还不回来 到3月5号回来 那个整个欧美那个状况 是不一样的 那你说你都没错 那谁错了 所以很头疼的问题 所以我针对赵浩康先生 他所讲的 他很明确 可是我不明确 我不明确不再是说 我们不设防疫增加 不是不是这个问题了 而是说我曾经统计 如果这些留学生 好我们就不先不计 他们陆陆续续回来了 如果以这些量的话 包括交换生是 大学主动发文 叫他们赶快回来 对 不回来 人家也叫你赶快回来的 对 这个量如果7万个人的话 天啊 相当于几家台商包机 那个宿舍把你赶出去 对赶出去 包括中国大陆也一样 中国大陆面对的情况 跟我们一模一样 你看他们的家长 在寻求他们的外交部 说我小孩在英国 而且最小的留学生是8岁 你看他去寄宿家庭 寄宿家庭都把他们赶出来了 都赶出来流落街头 对 那每个国家都一样 那中国大陆把病毒带 这些人把病毒带出来 现在他们要跑回去 那所以他们中国人 也在批评他们这些 跑来跑去 又跑回来的这些人说 是他们国家的巨婴嘛 巨婴嘛 就是很讽刺嘛 所以我觉得如果 通通要接回来 赵康意思是说 政府要不能什么事不做 不能把留学生留在当地 自身不治 他讲的就是要把人接回来 对 意思说就是 买不到票 又没口罩 又没有那个急如新火的情况下 要政府包机你知道多少包机 天哪多少个国家 一架两百 两百人 因为要做宽一点嘛 要三百五十架包机 三百五十架包机 三百五十架包机 好我们减半好 也要一百五十架包机 那你接没有问题啊 发现航空公司很多 反正空了 空了嘛 也不接 你接回来怎么办 对 今天蔡英文总统她去昆阳实验所 实验室 你知道他们想把 一天几百的这个筛检 提升到最大能量 所有的台湾全台湾二十几家 检测工作全部加起来 你知道能量到多少 要到三千五百件啊 你连筛检都来不及了 那主动要求他们 主动才通报一半七千人 那其他的人跑哪去了 所以我们现在检疫只有他 有呼吸道症状的人才去检疫嘛 对但是 筛检啦筛检 我跟你讲 当然人要接回来 因为既然陈时中用国籍做标准 是我们中华民国籍啊 那确实要接回来 而且是留学生 你不能就责他 他是去读书的 他不是旅游团啪啪罩 你不能够苛责他 他是留学生 所以那问题是说你怎么接 你接回来以后 你腹压病床剩四百床 你筛检都来不及的情况下 就是政府最早讲的 你医疗资源够不够啊 那以这种状况 以前是里面第一架包机 中国大陆的 所谓的一个确诊病例 进来我们都哗哗叫 第二次包机说有确诊 我们不接了 可是现在不是这个状况嘛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外交部也疲于本名照 有家长投书嘛 所以他们现在在演你什么 我请你送口罩你知道吗 国外买不到或没有口罩 先把口罩看怎么样送过去 或是家长寄过去 先把这个解决 我觉得真的 十个政府可能都应付不了 这样的一个状况 但不要拍桌子骂 像有一个医生 就是常上节目一个医生 他就说 事情不是你拍桌子就可以解决 对 对不对 事情也不是你拍桌子 就你说的就对 对 来问一下这个佩芬姐 你怎么看 就说赵浩康说 应该把这个留学生 通通接回来 不然你什么政府嘛 居然让他们在那边自生自灭 我们其实没有让他自生自灭啦 只是说做飞机危不危险 真的危险 那你们就好好的考虑 可是在国外的处境 确实也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到 比方你说美加啦 英国都把你赶出来的那种情况 其实我们在国内要担心的 你现在从机场回来的反而最安全 为什么 因为我马上给你做最严格的 什么居家检疫跟调查嘛 可是问题就是5号到14号 回来为什么我们要回溯去找欧洲的这一批 因为当时旅游期是没有提升 所以他们回到国内之后呢 确实是趴趴走 所以这些人我们才要回溯 让你从你你回来这个 重新居家检疫14天 可是呢 这个很可能就会沉入6000 而且欧洲就16000人 不要忘了 5号到14号 我们还没有算美国回来的人喔 所以你怎么看 我们未来这个危机 包括我们检疫的能量 现在一天最大量 顶多3000多 所以你怎么看这个状况 3000多是希望啦 在未来 现在没有到那个能量 我想我跟那个学委很早就有讲过 这个3月5号到14号 这个回来16000 还记不记得那个时候 我记得跟我们同台的一些医生有说过 就是说陈时中现在做得非常好 但是他是围堵 但是他应该同时做到就是灭灾 对 就是把问题解决 把这些灾难找出来 这16000人真正的问题 我觉得是这些人 就是说他回来以后 我们没有注意到他 他就全台湾到处啪啪罩 对 然后他到底有没有带员 现在说有500个不舒服的 但他已经全台湾走遍遍 所以他到底有没有问题 影响到多广的范围 现在没有人知道 要现在慢慢去追 对 那我觉得问题到今天 我比较同情陈时中 就是说这么大一个疫情 对 你让他一个人在那边 你知道虽然说一级开设 坦白说那规模 其实还是蛮小的 因为你现在面临全世界的这种 我们真的是欧美夹集 中东 亚洲 所以他一个人 你看他24小时 我看他觉都不能睡 就在那边跑来跑去 做广告也要拍 什么都要做 但是我觉得 我们原来有称赞就是说 台湾做得好 不是说领导人表现好 是因为台湾老百姓非常配合 然后守规矩 但是最近的表现 让人家有点失望 你知道就是说到那个 百货超市去抢东西 你知道你抢东西也就罢 你制造一个社会乱象 就觉得好像末日要来 大灾难要来 那更恶毒的就是 叫人家去银行 把钱全部领出来 哪招 坏透了 东豪比较善良 他是说你把钱拿回来 存在家里面 是不是招小偷 什么之类 安全 想一下看看 如果这些人是大富的话 他去银行挤兑 会造成什么问题 整个银行垮掉 那个社会就乱掉了 我觉得那个居心不良到极点 但是问题为什么有这些人 会讲出这种话 我觉得他们去追 追根源是对的 尤其叫人家到银行去提钱 提光光 我觉得这个是真的很毒 你再想想看 银行有一个银行发生问题 大家去挤兑的时候 我们要把钞票堆在那边 给人家想说我有钱 不用烦恼 你现在动员全国人 这样子去银行提款 我觉得那个居心是很恶毒 应该这样讲 好 那现在讲到那个留学生 坦白讲 留学生在全世界各地 不是在台湾 你知道我们在台湾很搞惯了 你说外管人员可以去干嘛 我们的里长可以去送便当 反正走路都可以到 骑个脚踏车也可以到 外管帮个忙好不好 你知道在纽约也好 在美国那个范围有多大 留学生分布在50周的每一个学校 你怎么去找他们 怎么去送东西 我今天从纽约开个车子 到纽约州至少两个钟头以上 然后才找到一个 那是东部 对 那是东部 你到西部到中部 那个Big Ten 就是十大那个名校那个地方 你每天每日每夜 你也找不到几个游学生 所以你说待在原地 当然他如果能够有地方住 不一定都住在宿舍 因为学校现在都关了 宿舍是没的地方待 但是绝大部分的留学生 不会住在宿舍 因为那是很花钱的 所以他们可能都在外面租房子 所以那个陈世忠说 留在原地合理 但是就是说外管要提供服务 那是梦想 那是不可能的事 刚刚小平有说 我们外管人手就不懂 范围那么广 你怎么去送东西 要说美国好了 加拿大也是 你说温哥华也好 或者多伦多也好 你怎么去送 我觉得真的是办不到的事 但是你说 把他统统接回来 这比武汉的包机困难一百倍 因为武汉就在那里 你只要把那个地方的人 接回来就好 你现在这个留学生 遍布在全世界各地 怎么接啊 你怎么去接啊 然后你怎么叫这些留学生 到那地方去集合 你知道吗 很多留学生 大家也不要想 现在跟我们当年留学不一样 现在留学生可能 家境也比较不错 那当年的留学生 你知道出国一趟 就是生你死别 你知道吗 就一辈子都不会回来的那种 所以家里面 会帮他准备嫁妆也好 西装也好 将来结婚 娶妻生子的那个通行 帮他准备好 你知道那个时候真的是这样 所以到机场去送行 那个真的是哭着全家人 就好像生你死别那样 那我记得那个时候 我第二年从欧洲 绕个圈回来 被所有留学同学 臭骂 说大家都在打工 你凭什么可以这样绕一圈 真的被人家臭骂 你知道还跟人家 大家对不起这样子 因为我不要打工这样子 所以你知道集合这些留学生 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所以大家在这边拍桌骂 我想赵少康当年念书 他也是在中南部的学校 他不是一些名校 请问一下他那些同学 离外馆有多远 他不是不知道啊 所以你知道各个州 各个学校的那些学生 怎么集合 怎么通知 其实都是问题 所以我觉得坐在家里面讲 尤其今天坐在台湾 有个电视台这样子讲很容易 要真的做到没有那么容易 但是这些学生 尤其西班牙那几个大学生 大家常常讲说 都是年纪大的人 比较容易受到中标 被中标错 现在美国有一个调查 已经出来了 他分了好几层 他说85岁以上的占6% 然后如果说65岁到84岁的话 20%这样子 那如果说55岁到64岁的话 18% 然后呢45岁到54岁也是18% 听好啊 20岁到44岁的是最高的29% 所以那个年龄就是这些留学生 还有这些中壮年的这些人 他是29%是最高的群 0到19岁是6% 是比较年轻 所以换句话说 你用年龄来看的话 这些不是真的逃得过 所以中标的 你看这些年轻学生 在美国很多那种年轻人也是中标 像那就是那天有讲那些运动员 身强体壮吧 一样中标 而且很快就也有人挂掉的 所以不是那么容易 所以不要以为说我年轻 我身体好 没有那回事 对 那个疫病不是那样 后来他们也做了一个调查 就是刚刚讲说我们的那个什么什么旅馆 防疫旅馆 你知道吗 他们也做一个调查 他说那个病毒存活在那个铜器 4个小时存活 如果是在那个报纸 还有木板 那个什么纸箱上的话 24小时存活 那其他像不管是塑胶也好 不管是钢筋也好 什么也好 2到3天 3到4天 所以最安全的反而是那个铜器 就铜钱 那另外就是纸 报纸之类的 所以换句话说 要防疫的话 真的要很小心 你今天跑到大卖场去抢 你推那个推车就有问题 不要说口罩的问题 对啊 你以为只有人几人的问题 没错 你那个推车 刚前面那个人才推过的 那个就是存活到3到4天 有任何细菌的话就可以存活 所以大家真的不要那么掉以轻心 我就回到原来 就是说坐在家里面讲话批评很容易 真的要做到非常的困难 当然我们原来就有建议陈世中 应该找一些曾经在SARS里面 真的做过事的人来一起推动 可能比较效果会更好 因为未来这个人数跳躍式的增加 是真的没有办法预估 我补充一下 因为刚才佩芬姐讲到那个 那个说要提领银行存管 刚刚已经抓到了 叫我们录影的时候抓到了 也就是这一则 其实他们现在还在抓其他的 有一个新北市的协会 他是一个叫新文化协会 姓张 然后是他的表哥说 跟调局讲说 他是从这个国外的网站 记住我听到国外的网站 他是转po的 把他翻译过来转po 我觉得很可恶啊 那个真的可恶 尤其是这个是银行法 所以马上越出事 所以跟各位朋友提醒一下 你看到这种事情 千万不要去转坡 不要假的 你这个时候转坡这些东西 你只会让你自己的亲戚朋友丢脸 你只会让自己吃官司找麻烦 你只会让你在这个社会生存上面 在你未来整个交友状况下 大家会看你会觉得你很奇怪 不要给自己找麻烦 已经被抓到了 那个刑期跟他讲一下 光特别条例 他就是关三年 三年起跳 金融法这个还不止 银行法 这两罪可以并成 你提出来够用就可以 你怎么叫人家去提供 他的国外网站是中国还是哪里 他还要再讲清楚一点 不过除了这些人来乱之外 刚刚我们也特别提到了 从这个境外回来的 有三例西班牙大学同科系的这个留学生 他们还跟另外三名台湾同学 到意大利去旅游 回来之后分批反台 然后呢还要说好 我们彼此都说我们不认识对方 免得被追这个接触史 除了这个让人生气之外 我们来看看在国内的部分 这些人在这个时候千万不要来乱 韩国瑜 韩国瑜本来还坚持 高雄电竞嘉年华要如期举办 昨天宣布 决议延后了 那昨天宣布决议说 我们是为了这个要做防疫 才怪 那是因为已经封了边境了 国际的选手根本不能来 本来还坚持要如期举办 脑袋到底在想什么 更夸张的是南投知名电1% 还要坚持连办三天 一场大约350个人 防疫措施 他们说我们够了 所以我们不会延期 网友生气了 现在疫情这么严重 你们不能为台湾想一想吗 就主办单位怎么说 你写信给政府 让我们有依据 然后另外一个网友说 不是户外活动不会感染 你罵主照镜也是户外活动 人家都停了 主办单位说 我没有勉强任何人参加 如果你怕 你觉得有健康安全余力 你待在家里 你不要来啊 然后后来呢 网友继续骂 网友跟这个月明就留言 警告 结果后来你知道 他在脸书上痛骂这些 网友跟月明 你们是散布不实留言 后来主办单位 甚至还把这个留言 删了之后呢 粉丝专页 关了 装死 你说气不气死人 然后呢 昨天在这个 防疫中心 我们这个 指挥中心的记者会上 忠实的记者 不但逼那个陈时中 而且呢 这个我们看 这个Nine也被爆料 还逼疾管署 说呢 你们这人抛文 底下一堆人 都在批评我们 你们为什么不阻止他们发言 哎 这个媒体居然发稿 攻击政院的幕僚 还跟他讲说 你赶快把这个网友的留言给删了 居然还叫我们政府 他把网友留言给删了 然后呢 你看等一下我们再来讲讲 国际是怎么讲说 我们要顺时钟 连国际都说 现在要顺时钟 你看我们现在做得这么好 这些人在捣蛋 我们做得好是为什么 全部都积在我们前线医护的压力上面 现在压力大到什么程度 有医护的亲妹妹说 她的姐姐是这个护理人员 她担心家人的安危 她每天刻意跟家人保持距离 在自己的房间里用餐 跟我们聊天还得用视讯 有一次上班发烧38度 她自己急得要死 说怎么办 我单位的那些医疗人员 会不会受我影响 我的家人怎么办 拜托拜托 千万不要让你们给中奖 如果第一人员淪陷了 这个亲妹妹说 请问病患要怎么办 后来确定阴性的时候 她说她姐姐 崩溃大哭 我讲到这里我真的想掉眼泪 然后旅行社的业者 你看医护人员已经这样了 已经快瀕临崩溃边缘了 旅行社的业者讲说 现在政府说不是不能出团吗 结果还有这样的人 阿伯打电话 有没有日本团啊 日本团没有 那有没有韩国团啊 都不能去喔 那有没有纽西兰澳洲 是想把他打死 另外她说 现在疫情严峻的情况之下 还有不顾之身跟他人安全去找死的 这种烂烂咪 这个旅行社业者也火了 她说她真的好心疼这个防疫人员喔 然后指挥中心也被问到了 听说防疫医师有爆出离职潮 结果指挥中心怎么讲 目前知道离职的 真的有两位医师是离职的 所以你看 医护人员的压力来了 你们可以不要再乱了吗 昨天记者是怎样 在这个记者会上 还逼问陈时中 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然后那个警察单位 还有我们卫生机会到现场去实地潮 甚至于要失灵登记 拒绝坐防疫的罪人 拒绝坐防疫的罪人 担为警察 拒绝坐防疫的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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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想问一下部长 官员这样带头这样做的行为 是否恰当 已经叫旅行团不能出去了 已经跟这个 所有的旅行社都讲了 还有人还在问 想方设法的 他就是要出国去玩 都有这些人 然后电音趴 还坚持要连办三天 今天有人要去抗疫了 不知道最后结果怎么样 所以定宇你怎么看 这些人你拿他什么办法 电音趴这个部分 我会建议 这个我们的防疫的指挥中心 移送法办 移送法办 我为什么不叫他停办 你这个业者可恶到什么时候 人家都告诉你 现在防疫很重要 对啊 你要扳 言清彪的社会地位 跟正南宫的妈祖 那是多大的事情 停了 他不停是什么 如果政府逼他停 他下一步就要跟政府求偿 他想的是钱 我们想的是人命 那我必须证告这个业者 这种电音趴 我们要求 不要用建议的 要求疾管署 如果认定有危险的话 不只停 对于蓄意要办的 主办机关 移送调查 就像今天那个 新北市这个协会一样 拿个外国的网站翻译 翻进来 但没有翻译喔 就告诉人家说 赶快去领钱 赶快去买东西 这叫可恶你知道吗 对啊 然后对于这一个 那个阿伯 四个人在问的 你要复习那你们家的事情 我要跟你说 万事你怎么办 我先跟你讲正确观念 你去第三级的 现在全世界对我们来讲 都已经第三级了 对 去第三级的 一天一千块是不能领以外 回来翻译隔离 使你自己的 你看会合不 老人 中背有万事背 到这个背 手末率比较高 你看会合不 他都指明那个很危险的地方 对啊 另外那几个西班牙回来的学生 如果他真的跑去意大利玩 还分批回台湾 还约好不要讲 如果这是真的 一样你是不能领以外 你还要负担法律责任 我给各位看这个相片 我看这个相片 我其实很难过 这个是军车 对 这是意大利北部的军车 对 因为尸体太多 没办法载 对 所以用军车载 跌好载到殡仪馆火化 然后火化也来不及 真的可怜 四分钟就过世一个 四分钟就过世一个 就那个地区 四分钟就过世一个 嚇死人了 然后那种离别 亲人不能送 对 商礼不能办 然后火化之后 你也只能等以后看怎么办 这个是意大利 所以当你看到这个 然后再看看台湾防疫的工作 Times这个时代杂志到昨天 他是用最新的资料 他更新到108例 他的标题是指 世界卫生组织 如果让台湾加入 早就让台湾加入的话 对 会少牺牲很多人命 对 然后丹麦的前总理 公开写信 对 要学台湾 可以减少人命的损失 对 我不是说台湾防疫做的 一百分 因为这是未知的状况 谁来做 我都不敢讲 我做的会比身世中好 现在有一些 我们叫backseat driver 就坐在后面指挥出一支出的 对 哇 就指挥东指挥西 洗干最后的就离 然后呢 解决问题的人 是以防疫为考量 要算一下我能量有多少 方法有多少 我执行率有多少 所以目前我们台湾 境内防守很干净 从6例8例 然后呢 一口气10例23例到8例 然后回到今天这27例 你看到会怕 可是你仔细去看内容 几乎都是境外 都是去玩的 或从国外回来 带进来的 那我常常讲 我们为什么说 未来14天 现在剩12天 度过的话 大家可以安心一点点 因为从100例以后 我们的边境关起来 每一个回国的 每个都追踪 每一个都几乎没有办法 有国内的社区接触史 可100例以前 有的都不讲 回来之后 像吸来回来的学生 跑去上课 像还有一个同学 全校要停课了 比方说有一个回来之后 还到处跑三天 那旁边有影响到别人 或者我们看到一个家庭的 互相感染 100例以前 我们要很担心 所以第100例以后加14天 是我们最担心爆发社区感染 而这几天回来的 我先各位预告 我们让国外的国人 你不能说我们国籍人士不回来 我们国外的国人回来 不管他是学生或旅客 我给你保证 这个数字一直往上掉 往上涨 为什么 因为欧美现在是高疫区 从那边回来 确诊的人 本来就会比较多 可是他路径 要经过我们的边境 我们辛苦的疾管人员 我们辛苦的航空警察 要把他们分类 用防疫专车载到隔离的地方 那要求自主管理隔离14天 所以这些人 虽然让我们的病例增加 可是对我们社区感染的威胁 没有那么大 那这就要算嘛 可是我们看到有一些人 出情一曲 永远有意见 口罩 我们只有188万产量一天 我们禁止出口 没良心 没道德 你数点忘主 对不起中国人 还有一个叫马总统的吧 说这个 说这个是 不人道 他差点要骂狼心狗肺 都要骂出来了 不人道好像骂出来了 好啦 等到大家发现量不够的时候 为什么要排队 量不够你不排队 你怎样用抢的 他就用抛锈球的 就是 同一群在嫌你没有出口的人 量不够的时候 啊 为什么排队 要怎么把国家管成这样子 如果不排队 不管是出口量 我们不可能口罩一个五块钱 那说八块怎么那么贵 过年人家不过年加班 你不管八块太贵 现在国外 你两百块都买不到 然后呢 好吧那我们就增加六十条生产线 把量拉起来 排队领的量多一点 这只有傻逼才会干这种事情 谁要去增加生产量 然后呢 网路增订二顶年零版 我为什么要学上网 我要开车去花莲买 空这样 网路或者隔壁的巷口 的药汁可以买 你是头脚抬起来 还是空这样 你要开车去花莲买 就一路反对也没有什么道理 然后呢 现在呢我们跟美国的合作 其实为疫苗 这么严重的事情 我今天接触好几个大厂 他说我原来订单满的 现在原物料供不进来 以外现在更惨了 今天加州宣布禁足 所有的IT厂都要关掉了 欧洲百货公司都没有营业了 我生产的地方没有通路 卖不出去 所有的大厂都面对这样的冲击 我们都要好好去应对这个 那现在他在讲说 那你为什么要跟美国合作 你是人家殖民地啊 一周十万片口罩 占我们每周产能将近 我们现在产能一千万片 十万在里面多少 那我们去换三十万防护衣的原料 防护衣是下阶段很需要的 而且价值更高以外 还跟美国正式政府合作 开发疫苗 开发快筛交换物资 这怎么看都是为了台湾好 我不讲互惠 这种做法是台湾有没有得力 一旦疫苗开发出来 我们可以先用 人家都预估明年夏天 德国要拼九月 我知道的是我们台湾跟美国的合作 我们也在拼九月 那我们就可以容忍半年 我现在常讲一个口头禅 这半年不暴毙的 以后都变爆发户 就是我们的产业会爆炸发展 所以他还有反对啊 说你们这些人对不起中国人 你们为什么不送口罩去给中国 我为什么要送口罩给中国 他一天产能一亿片 我为什么要送给他 他不缺嘛 然后呢 他在防疫的时候 还派军舰来骚扰我们 我为什么要跟他换跟他合作 他也没要跟我们合作啊 所以就发现 有一批在配合的人 最经典是旺中这个记者 当他讲说 你这可能是造假的时候 隔天 中国那边五毛就丢出来一首老舌歌 说台湾就是不检测 数字才不会动 哪有配合这么刚好的 一天就丢出来 等一下再给大家听一下 中国所有 那里面还有我的相片 我真的是 恭喜你啊 没有没有这个无喜可赫 看着鬼啊 但我现在就是说 这些动作 你为什么让人家讨厌 就是大家很认真在防疫 国人也觉得 做得还不错的时候 你这种捣蛋的作为 又很配合那一边在弄 所以我们现在 台湾面对的这一个波段 大家要心理准备 检疫的数字 境外移入可能二十几个 每天回来九千个人 会增加 因为他们来自疫区 可是现在这个都不用担心 他会挡着 不会有社区接触 那我们十二天后 原来那些有社区接触使得 能够恢复瓶颈 那这些骗的人 应该要沿你最严的法律 来执罚他 比如说台南市有两个公务员 科长看什么 这时候不要去 对 他就要去土耳其 他忘记土耳其十五分之十三 有个旅行男去十五个 十三个带病回来 先十四个了 变十四个 那几乎是百分百 公共有奖 快百分百了 然后呢 还要去欧洲 那我不晓得 有一个是要去度蜜月的 你是觉得 老婆夫妻之间不重要 还是怎么样 度蜜月就把他带到 会得病的地方 我搞不懂这个东西 这个黄伟哲是想说 这个回来烤鸡要比较列入 最重要考量 所以这一次 通过这个武汉肺炎的状况 我们看到了台湾医疗能量 我们是世界的强国 对 我看到一个护士 帮他同事拍的照片 那个护士 全副武装坐在椅子上 然后那个护士 写一段话说 他刚坐下五秒 抠鸡又想 他要爬起来去急诊室 五秒 整天在那边待命 穿着那个 里面衣服都湿透的 那个兔宝包装 隔离衣 只有休息五秒 你看他们穿成这样子 穿一次要十几分钟 他们要照顾你去玩回来的 你骗人 你们去意大利玩 回台湾骗人 他们要这样处理你 然后台湾2300万人 多数八九成的人守着规矩 能够不领 口罩不领 该领的我排队领 我上网领 政府做什么 尽量配合守住 那守住到现在为止 如果因为你们骗 因为你们去玩 拿回来之后 台湾有一天需要 像刚才我展示的相片 用军车来载 醬油比较好吗 你对得起谁 你对得起谁 不管载的是谁的亲人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 平均公民素质不错 跟平均数以下的 有像 有的叫什么西的 有的叫什么康的 静下来想一想 他还有什么余的 有没有 什么余的 昨天以前还在讲 什么渐进嘉年华 还要继续办 坚持办 还好我们把边境封起来 没办法 他坚持到最后都是错的 对 然后国际选手进不来 然后现在说我为了防疫 我要延后了 还有这种电音音 怕要继续办的 然后还有这种 到现在还在打电话 问有没有团可以出去的 这些人看看人家 国外怎么讲我们 好不好 现在拜托你顺时钟 土耳其银行都决定 让公司的员工 二分之一在家里头上班 避免疫情扩大 为什么呢 因为两个总裁说 现在应该要相信 台湾的卫福部长 他讲说 我们为什么台湾 这个土耳其回来 已经五个中了 你们公布数字才五个 所以现在土耳其银行 也不相信自己的政府 说现在只剩下 台湾能信的 所以他选择相信台湾 然后前丹麦总理 刚刚这个定语有讲到 他呢 还特别投书到 时代杂志说 台湾一直都排除在 全球的公卫论坛之外 但是他的参与 能够救命啊 全球原本有 学习台湾经验的机会 就因为中国的打压 跟霸凌消失了 但是 现在向台湾学习 还不迟 那美国佛说的前州长 怎么说 美国疫情到了 必须严肃面对的时刻 他举例哦 我们要走向台湾的道路 只有一个死亡 现在是两个了 还是要走 意大利路 两个一起 我们现在离中国那么近 都已经非常的难得了 好 对照他们啊 你看在对照 我们刚刚讲的 那个导弹的国人 导弹的国人 是不是跟这个国家 有点像 中国 中国现在呢 在吃醜你知道吗 因为台湾防疫做得太好 于是他们就做一首歌 来污蔑台湾 问一下这个学伟 怎么看刚刚这个状况 国外的人是这样看我们 结果我们自己的人在干什么 其实我跟你讲说 刚才我们看到那个 放那个歌 说我们在盖牌 对不对 那盖牌的老祖宗 就是你中国共产党 还在赶祝我们 真的 可是我觉得 这是有计划的在推 你有没有发现 他之前讲说 流感跟 武汉肺炎病毒的话 你有没有发现 他一开始是指责美国 包括说你病毒是从美国来的 而且美国说什么流感 都是骗人 你不觉得赵少康之前 就是讲这种的吗 那唐湘龙不是在影射说之前 为什么去年二月死这么多人吗 那你有没有发现 他们这些红色代理人 跟五毛的网军 有没有 这个时间点也抓得很巧 而且刚才东豪也在秀 那个有没有在什么银行 在挤兑的 不准去抢购物资的 为什么全部都集中在这一段时间 而且现在那个调查局查出 这个人散播的人就是在台湾 但是幕后到底有谁在指使 这其实是一个庞大的集团 包括说那个我们一直在讲说 中石有没有 那天他明明知道防疫中心在开直播 对不对 他就故意问那个问题 就告诉你说 你是不是有带那个隐匿疫情的风向 有没有 一开始所以现在你看 包括现在大陆也是拍刚才 我们看到那支很恶心的那个MVM 笑死人 他出来就是告诉你说 我们现在就是在隐匿疫情 就往这个地方去带 所以台湾死的人很多很多 所以大家要去抢购物资 抢购什么 最好把钱都提出来 我说一句话听 台湾如果你抢那些 领那些新台币拿出来是要送吃 是要取暖 烧出来取暖 所以就跟你讲说不要搞这个 很多事情 你再用你的智慧去稍稍思考一下 就可以了 幸好那天中石记者在 防疫中心在问问题的时候 陈时中部长是马上一声延迟的 就把他回绝对不对 那后来他们竟然要集管署 去制止什么网路发言什么东西 我就跟你讲不要把自己看得这么大 现在的媒体没那么伟大 我昨天再强调一遍 我们现在不可以没有时钟 可是可以没有中时 你要想清楚 我再跟你讲说 真的是 我一直在讲说 今天我看到这张照片 哇 这个照片不是棺材店 就是那个军车载的就是 对不对 这不是棺材店 这上面都是有放玫瑰花的 对不对 他没事如果要展示棺材 干嘛放玫瑰花 你难道觉得台湾一定要到这种地步 你才会觉醒吗 对 我就常常想说 你现在还想要执意要出国的 还有那些什么半电影趴的 还有那些绕镜的 你要不要先牵个生死状 对不对 对 生死两不追究 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你身材生好生 对不对 那你兴趣去趴 那你不能去浪费我们医疗资源 对 你如果生病的话 你宁愿到龟山岛 龟山岛 龟山岛也很可能 你宁愿到龟山岛去隔离这样 对不对 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你丢在那边 死了就算了 你要不要先千生止状 再去跳嘛 再去趴嘛 人家一直说 你真的是鬆到你 辛苦到我了 我就跟你讲说 你看包括这个医护人 就是外国的医护人员 他就在讲 不管是哪一国的医护人员 现在都是这种情况 对不对 他告诉你说 I stay at work 对对 我持续在工作 那工作要干什么 for you 都为了你们 I stay at work for you 为了你 我持续在工作 岗位上坚持 可是他希望你怎么样 you stay at home for us 你会乖乖待在家里面 为了我们 对不对 刚才讲了那么多 你看这些医护人员 他是多么的可怜 在那边工作 真的 他的家人不会担心吗 人家也是人生父母养的好吗 你这些人去外面松完了 去医院 你就让这些医护人员 忍心这样为了你吗 对 我就常讲说 我们现在135例 今天暴增27例的话 接下来我们可能会有更多的案例发生 这个大家是用一种曲线预测 那可是这些人说实在 他如果是无辜被感染的 或者是说那个 那个说实在话 你也真的是不知道要说实在 可是我就一直强调说 你如果今天回台湾之后 你不主动去报道 你不主动去检疫的话 你就带着病毒在那扒扒罩 对 你感觉你这样过去 那我们再讲回来 中国大陆真的是我真的起死了 他一直在讲说 他现在讲台湾在盖牌 对不对 一直在倒这个风向对不对 我就跟你说盖牌的最高境界 就是你中国共产党嘛 对不对 你现在是坏蛋骗笨蛋啊 像这个案例你看 现在昨天一整天 中国大陆的新案例竟然是零 他告诉你归零啊 好啦好不容易到刚刚更新增加三例 因为大家都讲说 这有可能归零啦 这个坏蛋真的把大家都当笨蛋 对啊 但我就跟你讲 好啦那不管中国的数字是什么 你看意大利第二名的意大利 对不对 他所有的感染数字是四万一千多 对不对 你新增加昨天一整天就五千三百多例 超吓人 对不对 那所有的死亡人数是三万三千四百多例 一天呢 昨天一天就死了四百二十七个人 他所有的感染数字是四万一千多 对不对 你新增加昨天一整天就五千三百多例 超吓人 对不对 那所有的死亡人数是三万三千四百多例 一天呢 昨天一天就死了四百二十七个人 所以我就跟你讲说 你看 刚才我不是看到那些 给你们看棺材 还有什么 昨天讲说那个画面里面 有那个军车在运尸体的那个画面 对 我就告诉你说 这样的数字 我今天就看到这个数字 我今天就想说 哦 意大利竟然死得比中国大陆人还多 中国大陆14亿人口 那意大利人口 不是早就应该超过十亿了嘛 对不对 为什么才六千一百多万 所以我就跟你讲说 不要再骗了 那你这个 我常常讲说 为什么他可以这样骗 他今天是要求说 谁可以来验 谁不可以来验 不是你每个人都可以去验 他还要告诉你说 你可以够 符合身份的家可以来 验了之后 我再讲一个笑话 以前就有一个恐怖分子 说他被派去中国大陆 要做恐攻 你知道吗 他去炸一个煤矿 炸了之后 他就已经千方百计 就潜逃回去恐怖组织了 对不对 那恐怖组织老大就很火大 就很想把他抓来杀了 都说 我不是叫你一派影去恐攻吗 那你为什么到现在都没有媒体爆出来 我怎么都没看到消息 他说我明明就把那个煤矿炸了 为什么没有消息 就是因为后来查了之后才知道说 中国大陆根本就不报道嘛 对不对 所以你外界的人怎么知道才被爆 其实我跟你讲最近这几天 在中国大陆你不是要复工吗 可是他没有办法复产 很多人就在讲 而且你知道吗 中国大陆尤其是北方各省 河北天津的话 这几天发明不明爆炸原因 有十几起耶 对不对 工厂跟仓库都爆炸 为什么 很多人干脆就想说 你既然要强调我要复工 那我又产不出能产能 那怎么办 我就干脆把你的设备全部炸掉 所以你要不要去查查看 这几天在中国大陆北方 发生了十几起炸弹爆炸案件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 所以我就跟你讲说 你们台湾人 我们台湾人 不是你们台湾人 是我们台湾人 不是我是讲说 你们这些头脑不清楚的台湾人 拜托你好不好 你现在可不可以想一想看清楚 现在中国大陆利用这些名嘴媒体 跟这些五毛网军 还有一个红色代理人 再擾乱台湾的经济跟治安 你们还要让他们扯诚吗 希望大家也能够当政府的眼线 把这些人全部都给揪出来 不过在这个请教光景之前 我们来看一下 国外是这样讲的 如果你要想要变成 这个外国的这个情况 请变 我们来看 要去就去 现在外国情况是怎么样 在美国加州实施禁足令 四千万人受影响 通通待在家里不能出去 加州州长说 接下来八州 他预估 光是加州 就会有一半以上的人 到达56%的人口染疫 然后呢 这个美国巴尔蒂摩的这个市长 现在已经到什么程度了 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还呼吁罪犯们放下枪械 停止射杀 把病床留给确诊病患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现在请他们放下枪支 留下病床 然后呢 在美国 我们看到像NBA的球员 现在传出 确诊连环报 很可能的一半以上都会染疫 NBA球员 然后西班牙的西甲足球队 一队里面15个人中标 这么身强力壮的都中标了 意大利更恐怖 刚学伟提到 一天增加5000多例的这个确诊 400多人死亡 已经超越了帐面上的中国的数字 倫巴底 现在第二个市长过世了 而且呢 他的情况很特别 他在家隔离还加速恶化 然后刚才呢 讲到这个棺材摆满太平街 还有军车运送尸体 这样的一个情况 光晴你怎么看 这些人 其实意大利是个悲剧 你要说是二战以后 他们所面对的一个最严峻的一个考验 对 他们悲哀到什么地步呢 就是他们现在只能救年轻人 嗯哼 他们把医疗资源老的先放一边 对 他们现在只能救非老人 所以意大利现在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美国那时候是说 NBA怎么能挺 我们美国人怎么可以少掉NBA 对 那可是NBA球员这么深强力壮 反而是超级传播者 对 这个东西病毒它不分你是NBA球员 还是你是那个马力 商务马力 还是说你是土耳其团 他就找上你就找上你 所以我现在用朗读的方式 就是把最近有一些人的担忧 透过我希望传达的 就是不论设年度的受证典礼 里面分两派意见 都动辄上百人的 继续受证 而有些人是今天 才决定说那就先缓一缓 但是还是有一些人要受证 对 第二个夜店趴不止你刚画面中那个 之前PTT在疯传说北中南大学生 他们从三月一直到四月就用三场 夜店趴 这个最好也不要 尤其刚开场的时候 不要人在福中不知福 你看这个表 这也是最近今天网路做的对比 我们都知道美国什么都贵 但是你看我们台湾 从你筛检啊 这个车子去接你啦 住病房啦 你要伸等单人房啦 或者你送进重症的那个加户病房 这一排告诉你全部都是免费 你非得免费的话 你如果中标的话 你还可以一日 总共连续14日 总计领一万四 我统计了一下 我不是在算吗 不用中标 隔离就可以了 不是中标啦 就是居家检疫 两种 一万六回来的 不算后面的 一万六一个人领一万四 还不算他们家人照顾 有照顾的补助喔 一万六乘以一万四 就是两亿两千多万 然后如果这些裁剪 我们就算当初的五百人 裁剪一个要三次 两到五万的话 我们就抓五万 因为五百的领头不计 两千五百万 但是现在还多了一个 你知道吗 还多了一个 现在还多了 就是说如果你一旦确诊 你一旦确诊 你想看动员多少啊 包括防务护医要多少啊 那个病房要开啊 很多话 今天那个新冠院副院长洪子仁 他估算说最严重的情况 一个人就要五十万 五十万 那如果他说现在已经一百例了嘛 破一百例了 那我们就算乘以一百的话 这边又有五千万 五千万加两千五百 他先前的两亿两千万 我们这次就搞掉了三亿啦 所以我请大家真的是 共体时间 还有人在问说 什么团 什么团 不要再闹了 不要再搞这种飞机了好吗 问一下这个佩芬姐 因为现在这个美国的情况 真的看起来是非常的严重 尤其加州委 四千万人不能够给我出门 可见了这个状况有多惨 可是呢 这个川普也很妙 他之前不是讲疫情威胁很低 病毒很快就被根除了 现在他讲疫情爆发以来 我早就知道会大流行了 真的是这样吗 那你看我们刚刚特别讲到 身强力壮的 现在通通都中了 现在意大利 意大利怎么会 在上面上都超越中国了 我意大利你知道吗 我上次有讲 那意大利每个地方都是古迹 而且罗马帝国那个时候 每个地方真的都很漂亮 每个地方玩起来都很快乐 对 你到那个什么威尼斯的话 去做那个残年人唱歌 在那边 所以意大利人是 讲难听就是吊铃铛 讲好听就是很浪漫 那西班牙人跟他很像 所以才会病情 会一发讨成这个样子 因为他 而且那个年龄偏高 整个意大利的那个 平均年龄偏高 然后他现在医疗设备不足的话 他只能救那个年轻的 所以他那个死亡率非常高 对 根本就来不及火化 那他还好他还有棺木 还记不记得中国大陆是尸袋 对 就是那个尸袋 是就是加工做一百万套 还记不记得意大利至少还有棺木 对 虽然说军车运去火化 但是他至少还有棺木牌在那边 对 所以基本上 但是他的医疗设备是不足的 对 美国现在的问题也是 他们自己副总统也承认 他们的医疗器材是不够的 然后而且他那个筛检的工具也不够 最严重就是呼吸器都不够 你知道这个病的话 最严重就是呼吸 他现在呼吸器是完全不够 所以这个才是真的问题 然后说说要盖新医院来不及 你呼吸器也来不及 所以现在美国的问题 你知道我常常想大家讲说 台湾什么叫做抗中妹妹 好像对美国好像抱大腿 错 我觉得我们是占到 你知道美国其实坦白说了 他不好意思低声下气说 我们要学台湾 他才说跟我们合作 十万套口罩 然后三十万的那个防护衣的布料 事实上他就想知道 我们怎么样可以把这个疫情病毒 防止在那边 到今天为止只有一个人死亡 而且那个数字 大不了现在一百多例 可是在美国 你知道任何一周都超过 所以美国其实是想要 学习我们的那个防疫的方法 然后台湾当然可能借助他 就是疫苗的制造 所以我们并没有说真的是 完全占到美国便宜 是美国想向我们学习 防疫的这个效果 所以我们真的是值得骄傲 所以那个佛罗里达 那个前州长就讲嘛 他真的应该学 所以美国会那么主动的 低声下气来跟你签这个约 当然是想要 偷学一招 他不是真的要给你多少好处 因为那个疫苗 18个月以后才会有嘛 所以事实上是要偷学 我们的防疫的人耐 所以我们应该很骄傲 那个疫苗18个月以后才会有嘛 所以事实上是要偷学 我们的防疫的人耐 所以我们应该很骄傲 不问一下这个定义委员 其实除了意大利之外 听说这个北疫 都有医院讲说 我们现在我们根本就不数 到底一天死多少人了 我已经不数了 甚至他们也讲 有很多的这个人 他如果没有这个重病 或有症状的话 他根本不检疫的 所以数字可能会更多 还有一个国家很恐怖 是什么 伊朗 伊朗每个小时50个人染病 每10分钟就死一个人 伊朗的检疫能量也很差 数字就已经这么恐怖了 怎么看现在世界情况 我们现在要了解这些国家 伊朗的国力 国家整体力量 评估起来是跟台湾差不多的 你就要知道台湾多强 这一点我们值得骄傲 但是面对这种生命攸关的事情 我也高不信不起来 但是你没有发现今年 光一件事情 今年台湾要不要参加WHA 要看我们欢喜 你知道那种感觉就是 现在知道了吧 好像我们可以帮大家 你们终于弄懂了 因为过去几年 一直帮我们隔离在外面 对 我们都讲说 世卫组织的宗旨就是 不漏掉任何人 但是台湾2300万人被你漏掉了 这个是苦情 但另外一面是我们的医疗体系 我们的公卫体系 我们可以贡献 对 这一次看清楚了 每个讲的都是那个国家 响当当的重要政治人物 马哈蒂今天要隔离14天 对啊 就很多政要 杜特蒂已经隔离了 杜特蒂死不认账 他旁边的人都隔离了 最后他在哪里 医生密切观察中 所以 他的那个总统府都消毒 所以这次发现 台湾自立自强 对 发展出来的模式 是可以救活人命的 时代杂志就告诉你这件事情 对 全球这样子 然后美国从1月底到2月初 就开始跟台湾合作 他的国家卫生研究院 跟我们的某一家公司 签约是在1月底 我们双方合作不敢快筛疫苗 欧盟在美国跟我们签订 国家对国家 发展疫苗协定之后 7小时 欧盟 就来跟台湾签 发展快筛 然后呢 欧盟所在的瑞士 瑞士里面的Geneva 就是世界卫生组织 每年阻挡台湾参加的地方 对 这个是 这个事情 如果我们做一个 台湾的公民来看 看这个事情 我们应该觉得我们是 干活孩子也有出逃亭的感觉 对 那回到你刚才讲的 意大利 意大利是国际前八强 G8 伊朗是中东的公卫体系 评比第一名 中东第一名 第一名 因为我们台湾 过去早期 尤其我们这个年纪以前的 我们受的世界教育 全世界就只有中国 我们的本国历史也是中国 我们的河流就是黄河 然后其他都不知道 事实上伊朗 不像我们想像的 是这么 我们很多讲到中东 就想到一块布披在身上 然后骑着马跑来跑去 你这个你错了 像土耳其 是回教世界国家 占国防军事力量第一名 他是北约组织欧盟里面的 军事力量的第三强 所以土耳其也不弱 对 伊朗的公卫体系还不错 就伊朗现在什么状况 崩溃到 我就十分钟死一个人 他怎么死的 你就没穿起 他还不能告诉你原因 他就是奔大呼吸 他就死掉了 十分钟一个 然后回教国家 这个伊斯兰的信仰是不能火化 所以就要挖很多洞 铺那个白灰 然后呢 这样子埋下去 他们准备的坑有十万人 十万人 准备的坑有十万人 好可怕喔 意大利是G8 工业开发国家 全世界高峰会 从G7就有他 到G8还有他 他现在意大利 已经全精告诉你 我已经不能去轻症 没办法检疫 重症也不用检疫 然后呢 两个人走进去先看年纪 年纪老的先放旁边 那65岁以上回家自己自主 活下来 天主保佑你 两个人走进去先看年纪 年纪老的先放旁边 那65岁以上回家自己自主 活下来 天主保佑你 没有活下来 没办法 就变这个情形 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下 你去对照中国 中国的12亿人口 相较于意大利的6千万人口 我们问几个关键问题 中国在一开始 民众有没有防疫的警觉意识 像台湾这样子 没有 因为他国家骗他 他9月份知道就骗他 11月份知道也骗他 12月31号 红头文件承认了 还在骗 1月1号只把那个什么 海鲜水源市场洗一洗清一清 到1月3号 到1月7号 习近平或者是中国 已经向美国承认有这个问题了 中国人还不知道 万家宴是在过年期间办的 1月20几号 中南山1月20号跟你讲会人传人 1月23号武汉封城 还留了10个小时 500万人不知道跑到哪里 我们到25号开始过年 他们还有万家宴 也就是中国一开始 他民众也没有警觉心 对 意大利是最早 那时候还把我们列到里面 他最早实施禁管 他民众知道这个事情 可是天性浪漫 对 他们的防疫的警觉心也不够 6000万人公卫的环境 比中国好 对 人口少比较好管理 也比较先进 资讯也比较早揭露 而中国在这边通通都是输他 让你现在告诉我 意大利的死亡人数 比他多 确诊人数比他少 这代表什么事情 代表你中共在骗人 对 你的确诊人数没有那么少 你的死亡人数也没有那么少 那写那个劳舌歌 根本是写给自己 谁在牌 对 我在很早就说 我去看北京大学 有一个叫做房治所的 里面一个副教授 叫做什么丹月的 我再查一下 他最早讲 为什么奇怪 那时候有一个名称叫做爱国病毒 武汉肺炎的病毒 为什么只有武汉 湖北有 隔壁省份没有 但是日本韩国有 意大利有 对 好爱国 他只害外国人不害本国人 不合理 那时候 这一个北京大学的学者 讲了一个老实话说 因为其他各省份 没有接受中央命令 不得检疫 没有检疫 就零病例嘛 那现在从习近平告诉你可防可控 然后大家开始说 中国要约好了 大家都没事了 对 中国对武汉以外的地方 还有没有检疫 他们手个人去查一下 你都没有检疫 然后就要复工 然后复工之后 把这些人都丢进去 你交叉感染 反正拉下来死因 都可以写其他原因 所以用 我不用伊朗那种大量的 伊朗到最后估计 搞不好是十万人左右的损失 对 英国的首相 稍微知道自己的佛系防疫法 什么六成人染病 这样大家就好了 人家一算 你如果用这个做法 不止没办法遏止传染 会死五十万人 英国 那么小的人口规模 那么进步 而且工位 个人卫生反应都比较好的 都要付出这样生命代价 中国告诉你就几千人 今天凌病例 凌欣珍 这个凌 会让大家下的钥匙 那叫黑素 先问一下这个小萍 NBA球星现在传出 可能 确诊的超过一半以上 可能性很高 我在你前两天节目 讲那个 讲到那个法国铁塔 狗杯 那现在更厉害 多人都得到 这个他真倒霉 他今年33岁 然后他上次打球 受伤 坚持打总冠军赛 坚持要出来 结果拐一下 阿基里斯坚断掉 那个等于是判死刑 打篮球 籃球员第一个 第二个 他又染到武汉肺炎 那这个是有后遗症 你再强壮的NBA的球员 你会有肺纤维化 你的呼吸量少10% 你大概就不能打 你知道那是挺能竞争的很激烈 那狗杯已经够厉害 只是防守是全世界最厉害 那这个多厉害 我跟你讲 如果一半以上 确诊NBA还要打吗 那这个是有后遗症 你再强壮的NBA的球员 你会有肺纤维化 你的呼吸量少10% 你大概就不能打 你知道那是挺能竞争的很激烈 那狗杯已经够厉害 只是防守是全世界最厉害 那这个多厉害 我跟你讲 如果一半以上 确诊NBA还要打吗 天啊 没办法打 他六次的MVP 然后两次总冠军赛 MVP 那是2001年世界锦标赛 全世界的MVP 然后 天啊 也防守第一队 他大概是NBA 跟那个詹姆斯 一样并列最厉害 我这样讲 大家观众听懂了 真的厉害 連他都得 还有胡人 胡里有两个人得 那有没有跟詹姆斯保持 一公里的一公尺的距离 我看没有 詹姆斯去查一下吧 我看到底怎样 所以全垮 那日本还要拜奥 我就是无法想象 日本是神经病 这个首相跟这个 这个东京都知事 而且那NBA的摇钱树 开玩笑 就根本无法想象的可怕 这是国外的情况 那国内我们要 要谴责人民公敌 有两种人 第一个 还要开什么电影趴 雪雪严心标 妈祖烙俊都 宗教都停了 你看什么电影趴 还要A钱 世界三大宗教 甚至是一都停了 对 第一个 我就王定雲委员 讲的有道理 直接把他抓起来 这种人 你还跟他讲什么道理 笑死人的 那第二地方人士 有些里长啊 什么领长 还在揪团 拜托不要再揪团了 地方里长 领长还在揪团 揪团要干嘛 现在应该没有了吧 现在还在揪团 你刚刚你的 很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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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仙就有三团 都是国民党的里长团 现在不会了吧 那国民党 太扯了吧 那国民党 为什么都国民党 因为基层里长多嘛 所以民众力就高了 这也能成为借口啊 然后我就建议 这些揪团的就去 然后参加个找死团 先到武汉吃便服 那再到土耳其 圣索菲亚教堂去看看 你们人多 第三 再到西班牙看斗牛 再飞到日本去吃水果 你到底在干什么 这说千万真的 有可能有 不过是谣言的话 至于智者 那可是风声传的言之早早 因为有些里长或地方人士揪团 一个人头就一天就赚 一个人头就一个人 一次旅游赚三千块 那十六个以上 他自己是领队 当时等于导游 他免费嘛 他还可以一天赚三千 然后如果去个三十几个 那就十万 现在也挺流行这个 所以地方人士 不要再去做这样的事情 那后果是不堪设想 参加这个早死团 你就先 看回来是要土葬 也不要隔离池这边 还是要火葬 还是要树葬 当然要火葬 直接找万安生病去办 不要乱葬 乱葬钢就好 不行啊 万一有确诊的话得了 不要再害我们国人 我们防疫漏洞实在是 这个都怎么是很大的 真的 到现在还在讲 太扯了啦 真的有 真的有在喘 真的 好的 还没出发 现在有一个 你不要以为没有 台湾真的很多人 现在他们在等风声讲 然后就要去了 因为现场